今天要带您来看的是一位 很有生意头脑的凉面达人 王荣宏的故事 他本身经营通讯行跟眼镜行之外 还是一位四行车辅助装置的发明家 再一次的偶然接约 他遇到了一位老兵 传授给他独门的凉面秘方 他一知惊为天人 于是就跨行卖起凉面 生意好到还开放加谋 而为了确保味道能一致 最近他研发成功 将这些酱料做成罐头 他认为如此一来 凉面商机无限 甚至还可以行销到海内外 每天用餐时间一到 新北市土城中央入二段的 这间凉面店生意强强固 大理饭 共温汤 客人会这么捧场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凉面店的老板王荣宏 很有精力念 他把独家超级好吃的凉面面条 做成各种美味的佳肴 春夏秋冬都能够品尝 不太一样 就是那种口感 吃的就味道很好这样子 吃的还会在想吃 这个月最新的 所以吃起来会更香 谢谢 谢谢 那这个呢 说到老板王荣宏 他可以说是一位很有神意头脑的人 本身做3C通讯液 后来因为去配眼镜 发现利润不错 所以也经营起超低价连锁眼镜行 而会跨行卖起凉面 则是一段机缘 这个味道是在1995多五几年的时候 大陆老兵来台湾的时候带来的味道 我是做手机店 在七八年前 他来我店里面消费修手机 然后就是聊聊聊聊到这个事 他说他很会做这个东西 然后台北市的一些东区的知名老店 都是他交出来的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半信半疑的 我就跑去 我真的就跑去他家 他一吃吓一跳 哇 那个味道是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我会来马上把我们的店面 一拌起来 跟传奇老兵学做凉面 王荣宏一吃如获至宝 因为这独门酱料太神奇了 好吃啊 真好吃 一般的凉面就是 芝麻味花生味很重 它为了它那个香味 人家说太酥了 就是有的人就不喜欢吃那个味道 对 但是它这个就是吃起来 像干面一样 好像踩了一个空一样 因为你原本预计 要有一个芝麻味花生味 它完全没有 它就是淡淡的一个香气 有了这段凉面起源之后 王荣宏认为卖凉面绝对有商机 所以开始卖起凉面 算一算也卖了五六年 每天一早九点就开始备料 那这个面呢 应该是目前 台湾吃得到最好的面 它的这个面吃起来就是 你会觉得 很弹牙 可是又不会太硬 它是嫩很嫩 好好的对待它 让它很开心很舒服 它才会好吃 把面条里顺之后 厨房大锅里头的水也煮沸了 得赶紧把面条下锅煮 水大滚一定这样才会面才会好吃 它一下去它整个收缩 那个像橡皮筋的口感就出现了 只见王荣宏专注的表情跟熟练的动作 凉面对它而言不再是单纯的一碗面 而是一份可以长长久久的事业 以前那种什么独家秘方不传外人 我是觉得那个宽面真的要过去了 而且我觉得说 如果你拿到一个好的配方 你就自己躲在巷子里面卖 50年后你只不就是另外一家老店而已 我们干脆把它弄得全台湾到处都是 所以我才肯定开放加盟 因为自己爱吃 但想让更多人吃到 几年前它开放加盟 但却也碰到一个问题 虽然配方一样 但每个人调配出来的口感却不稳定 一个简单的动作 40个人做起来都是不一样的 伤透脑筋把后来才研发出这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基本材料 事先就是做成一个调好了 用工厂大量生产出来一个罐头 每天我们比如说350克进去 然后这个之后 这个加800cc的水 打一分钟原味重现 把酱料研制完全透过工厂标准化处理 打破过往传统凉面店经营的方式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 跑来跟王荣宏学习卖凉面 你好 辛苦了 像这位合作伙伴张大姐 以前也是卖吃的 但是看到这样把酱料做成的罐头 让她十分惊艳 方便多了 现在有出这个罐头的酱料 王先生教我们的 就是固定的那个比例去打成酱 这样子就很好了 就可以了 你今天的面很赞 出塞啊 出塞啊 总算出塞啊 你知道吧 现在来这样子的做法 一定也简单了嘛 对不对 不用像以前还要自己调啦 罐头打开就可以用啦 以前那样真是一场噩梦 一碗小小的凉面 在台湾各个角落百家争鸣 很多认为凉面只能下天卖 不过王荣宏认为 现代消费行为应该改变 所以他研发出用凉面的面体 做成热面 这个酱汁只要一点点非常的香 这些都是50年前 老兵从大陆带来的配方 这个我们特制的这个辣油 这个只要下去 人间美味 面中的极品 有那种四川的那种 道地正宗口味 就很像那种麻辣锅那种感觉 台湾的气候 春夏秋冬 如果你只卖一个凉面 很多加盟组 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就生意比较差 所以我们的同一种面 可以做出五种味道 面可以做成凉面 热干面 炸酱面 热汤面 还有香辣面 总有五种面 在台湾有人说 只要眼光准 脑筋动得比别人快 就能创造无限商机 在他的凉面地下室 就是秘密研发基地 小小的工作台 王荣宏正在拆装的是 他发明的自行车动力辅助装置 在没有开电源的时候 它是跟车子是分离的 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车子的滚动 滚动性 所以拆也很轻 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骑出去 骑了 累了 你想要用电动功能 电动打开 开两圈 它就吸上去了 有没有 我现在都不用出力 我倒着走 它都会走 千万可别小看这个装置 它可是有国家专利的 当初会发明它 是为了帮老婆解决问题 骑出去 好像骑到淡水去 骑不回来了 就常常要叫计人车送回来了 那有了这个之后 它跟着我们一起骑的时候 累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电动功能 就不会跟不上了 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说 它会不会伤轮胎 它这个上面的胎皮 对车子的轮胎 它是完全不影响的 因为车子轮胎本身的硬度 是非常的硬 它只能让你在马路上跑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软软 这个像橡皮擦这样软软的 它轮胎会伤它 它不会伤轮胎 然后它会带动你的轮胎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电压显示 充保电是37到40伏左右 一伏跑4公里 所以大概就是30公里 然后这个开关是可以切快速慢速 一个简单的小装置 其实蕴含大商机 王荣宏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个发明 行销到国际市场去创造台湾之光